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最后大奖竟然是颁奖给全台职议员 放弃了一项声称的全港代表性 反而直接承认这是一个公司为内的颁奖礼 这转变究竟是出于何故 TVB向来是大台 然而在新娱乐播放平台的冲击之下 本地收拾节节败退 观众转向其他平台 所谓大台在全球化娱乐平台面前 早已沦为一个弱台 高层们近年已终于接受了这个现实 新水清的观众应该留意到 今天的TVB其实是亚洲电视 一群新贵总经理 副总经理 掌管戏剧和综艺制作的 宣传的 全都是由亚洲电视辗转来到TVB 最初这些新高层们都尝试成绩过去大台风格 但如今底气不足 这些新高层们早失去气焰 在公司内部更强调说要挣扎求存 当年在亚史培养出来的弱台意识 就在这一年一度的重要节目上浮现 当年弱台亚世人最爱说的是什么呢 一 我们被忽略其实做得很好 二 我们打输了却真心团结 这正是今年颁奖里所说的 至于团结与否 幸好还有阿杰敢言的一句 少一点山头文化 才真正点出真相 过去颁奖里总爱吹嘘无限聚集有多受欢迎 多么有影响力 今年全然不见吹嘘收视 反而强调跨平台收视 甚至将降膜的说成是全球网民最喜爱电视剧 可见于众高层心目中 亦将战线置于全球娱乐平台 HTTPS CDN.HK01.COM Media Images 1156090XLARG18BD1A8B31BF682FB22589165350D25B.JPG 颁奖里不全力吹嘘 却转换了另一种功能 向广告客户推广新的商品 其中包括即将力胖艺人和新剧新电影 你看颁奖嘉宾方面都懒得在照年内娱乐圈话题人物 今年除了自己一人 全部都是无限新电影新剧的合作伙伴如王晶等等 颁奖结果最为乖离民意的是最佳男 女配角陈山聪与朱陈丽毫无疑问不是广大观众的选择 但颁奖与二人其实就是宣布 他们两人将会在新一年成为主角梯队的接班 是公司未来李胖的对象 希望客户多点采用他们 为公司多生心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